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奈慧的温柔之性是由内而外的 香奈慧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 声音如细语丝容万物 它可以称得上才女 古争 花道 茶道无一不同 香奈慧生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人类与鬼和平相处 家人被鬼杀害 自己身处那样一个时代 仍然怀着感恩之心温柔待人 真的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位 香奈忽 灵兰一花 可是男主角造门炭治郎认定的 在翻案小故事中 炭治郎的弟弟妹妹询问炭治郎 今后会娶什么样的女孩子为妻 为了更容易让弟弟妹妹们理解 炭治郎将自己未来的另一半 比作像灵兰一样的柴犬 却被弟弟妹妹们误会 以为炭治郎要和狗狗结婚 大惊失色 柴犬的性格温顺 灵兰安静优雅 像灵兰一样的柴犬 就是指的安静温柔的女孩子 那不正是香奈忽吗 第五位 甘露斯密黎 传说中受到巫婆诅咒的波斯菊公主 成为了永远的孤独者 一个人住在城堡里面 很久之后 一个来自远方的骑士路过城堡 对公主一见钟情 两个人相爱了 波斯菊公主身上的诅咒也被解开了 波斯菊有着各种各样的色彩 似热情洋溢的曼妙少女 甘露斯密黎是天上的大卫王和肌肉女 与众不同的她饱受非议 降入鬼杀队后 她终于可以不再顾及他人的眼光 做真正的自己 她的开朗乐观感染着每一个人 在公事书中就有提到过 蛇猪一黑小巴内就是对炼猪 甘露斯密黎一见钟情的 还莫名有些贴合波斯菊公主的故事呢 每一朵花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小伙伴们觉得如果用一朵花 来形容你喜欢的角色 那会是什么呢 快在评论区里留言吧 喜欢小猪的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哦 爱你们